我们试图大闹鬼子会场 齐开得胜 小鬼子被我们弄得晕头转下 可过瘾了 云飞啊 你们这样干好是好 可是 对鬼子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啊 怎么会没有作用呢 起码可以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你看咱们济南府的老百姓 多高兴啊 老百姓是高兴了 但是你们光摘旗子 就能把日本人摘出中国吗 可我们确是干这个的 也只能干这些事 不 其实你们哪 还能干更大的事 什么大事 搞枪 你是想让我燕子门帮你搞枪 师叔 您真是机智过人 徒职正有此意 行了行了 若不是你礼得师叔劝我 我是不会见你的 喝杯茶吧 谢谢 师叔 国民政府 这次特意派我来 就是要在鲁南地区 建立地下抗日武装力量 什么 你搞枪 原来是要打小鬼子呀 当然了 师哥 你不是说过吗 咱不管是谁 只要是打小鬼子 咱们就接着个单哪 你要多少枪 两百条 这么多 我搞不来 师叔 有钱就有枪 师兄来了 允飞 正想去找你呢 你倒过来了 师姐 三儿 师姐 这九天鹤在屋里也跟师父低估什么呢 说是要干一单大商业 大商业 到银行 没错 日本帝国银行 市城之后三七开 这生意我不能同你做 为什么 这样的买卖 我燕子门自己就能做 何必要跟国民政府联手呢 师叔 这日本帝国银行里面 可全都是日本人 而且有日本宪兵队把守 咱先不说这个宪兵队 光说你要进到帝国银行摸个底 您都办不到 我说九天鹤 你的口气也太大了吧 就你能办到 师父 这事 他还真能办到 师叔 我九天鹤 在日本十几年 不是白混的 当然了 单凭我一个人 这个案子我也办不了 师父 其实我过来 也是来和您说这事的 师叔 白小姐那边 也准备做这一单 三日之后 日本战事银行 管理部的监察组长 小野秀夫 要来济南 视察日本银行的工作 白小姐他们获取了情报 想借机对帝国银行下手 但是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所以 他们想到了我们燕子门 白小姐 你是说延安那边的人 我不和那些土豹的合作 师兄 不管是延安的 还是南京的 只要是一起抗日的 就是自己人 没错 要是同意云飞的 就一起干 要是不同意 你就请回吧 师兄 我正发愁呢 去哪儿才能找一个像你这样 既会说日语 又伸手高强的人 帮我混进帝国银行 你怎么能摸摸底呢 既然师叔师弟都这么说了 那咱们就来把国共合作 不过我要四成 行 岳飞 你说说 这案子怎么做 师叔 师叔 办法 我早就想好了 战时银行工作证 离别人 我 我 是帝国戦士銀行 管理部的尾野秀尾 早就告诉你 是 是 我是当班凯里 金工厨是宿舍 这位 请 好 金工厨邀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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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师叔 你等着 我永远 哪次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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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